歡迎回到我們的火星人試驗三角球分散賽 那現在即將要開始的是我們的半決賽 由我說的兜隊要對戰歐一歐罵愛 這一場也是一個毛雨頓的對決 非常令人期待 這兩隊都是我最看好的兩隊 我說的兜隊是比較進攻型的 他們有一個乒乓球手吳晨諺 打出很多highlight的炫的發球 然後那個就是歐幽媽愛是以穩健的抽球 還有後場的回球著稱 他們的防守很穩健 好那我們現在在甩甩子的階段 歐幽媽愛甩出三點 他們選擇先接發 先接發果然是以防守 對 好那現在我說的兜隊要先來進行這個羽毛球拍的發球 對 這邊是這個 來了精神喊話 他們派出了那個體育系的選手要來發羽毛球 這個黃佳賢嗎 對 黃佳賢拿的是羽毛球拍 對 然後他們的桌球拍的選手 吳晨諺啊 對 接發是那個 歐幽媽愛的 李彥廷 對 李彥廷拿著網球拍 我們來接發 對 好一開始是羽毛球的這個發球局 對啊 羽毛球對 黃佳賢發球 對 他現在經過一個 早上的比賽 現在大家應該都是 上手發球 上手發球 哇一發球就得分了 李彥廷站太靠前了 對 李彥廷的這個站位沒有料到對手會發這麼深 對 這個發球現在 有點突襲的效果 技術都有提升 對 哎呀 這個速度都是很快 但是沒關係他有二發嘛 對 大家第一發會嘗試發比較激進 其實沒打過這個三角球的朋友可能會覺得說 欸怎麼第一發這個 發進的成功率這麼低 其實那是因為這個運動真的很不好掌握 對 非常需要技巧 哇這邊你看 歐幽賢又靠防守得分 果然這個兩隊各有所長 這個 好15比15 又是一個漂亮的發球 讓李彥廷退後了好幾步 哇這邊是這個 王洪文的一個長球 長切球 歐幽賢的這個 這個深攻系的選手羽毛球也是使用的很不錯 黃佳賢在下午變得很積極耶 嗯 哇這個李彥廷的抽球很深 李彥廷網球好守 喔這個結集 哇王洪直接擋去 可惜出了界外 哇這個球有打出一些火花啊 現在這個 兩隊開始短兵相接 黃佳賢的發球 哇又是發得很深 李彥廷還是站太靠前了 他沒有想到對手會發得這麼深 這個真的是要調整一下 看一下他有沒有往後站一點 看來是有喔 這是站很深的 黃佳賢 黃佳賢 這次整個就站很深 好接到了 站位站得不錯 羽毛球回來 網球對抽 網羽對抽 現在是兩邊的網羽對抽 李彥廷跟黃佳賢對抽 喔這邊拼拼球的結集 哎呀這個王洪文再一次要直接回擊失敗 對這個 40比30啊 喔佳賢這個感覺打得稍微急躁了一點 沒有他們早上的沉穩球風 喔已經拿下這一局了 我說的都對 你看現在換王洪文的發球局 看他們能不能飽發 他還是下手發球呢 喔換上手了 雙發失誤 Love15 感覺歐幽賢的氣勢好像有點受到影響 對 哇這個切得 哇漂亮 王洪文這個 哎呀 處理的這幾球都有點 感覺有點急躁 我說的都對感覺很強勢啊 現在真的氣勢 都非常的強勢 喔這個發球 哇漂亮 下手帶切的一個發球 所以他剛剛第一球是想要發下手 是有這種比較炫的一種 比較快速的 他是走一個速球路線 哇這個快速發到反手位 哇 連續發球得分 哇這個王洪文發出了下手的風采 這個下手發球也可以這麼有威脅 對 直接往下 他最後帶往下炫的 哇 連續得分 原來他剛剛練的就是這個 對 他這個很隱蔽 主要是因為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發 因為他那個準備太短了 就突然就球就出去了 嗯 對 這有點那個不二周柱 看不見的發球的味道 對 就是直接就灰了 哎呀可惜連續 雙 對 現在又Deuce了 對 哇 真的是這些選手都是有備而來 這個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招式 哎 他又會上手發 突然節奏的轉換 哇 你看造成對手的失誤 嗯 他這個上下手的轉換 這個會擾亂對面的節奏 對 現在對面不知道怎麼接他的發球了 他發的很深 哇 這個好球耶 有進有進很深 對 哇 贏了 對 哇 漂亮啊 這個王洪文漂亮的寶發 這個後面 發球發的好真的就差很多 是發球局是優勢的 對 對 現在這個1-1 好 麻煩可不可以請工作人員把這個窗簾搭起來 謝謝 哦他們覺得有風 有風 哇 這個選手這個 哦有光啦 他覺得有光線 哇 這個選手真的是很仔細 對 我覺得這個滿好的 對 很好一點一點這個 光線的這種 差池都不能 因為現在已經下午三點多 半決賽 現在半決賽很激烈 陽光比較斜一點 對 對這個光線 確實是會影響選手的發揮 那個半決賽 每一個球都很重要 對 對 沒有辦法 不好 好動嗎 都不好動 工作 現場工作人員在這個 努力的 阻擋光線 對 對 對 好 謝謝 好 繼續比賽 加油 哇這個乒乓球的發球 發了一個高球 乒乓球殺球 哇這個吳晨諺 對 對 這個 我說了都對的攻擊手 這個很強勢 對 連續的乒乓球的攻擊 哇他的發球回來了 也是讓李彥廷不知道退幾步 哇這一球自己失誤了 李彥廷這個也是滿穩健的 他這個沉退之後接對方的這個切球截擊 對 就是防守 蠻到位 喔 發了一個變化的 哇切回去 網球拍的互切 這邊羽毛球拍 挑起來 再切 哇 這一球出界 好了 不知道會不會提出挑戰 這個有點差有點多 還是 喔 雜線閃 哇 哇這一球這個發的雕啊 雕 這個代切 切在線上 對這個哇 這個漂亮漂亮 這個李彥廷 提出挑戰 發球沒進 這個 歐幽邁提出挑戰 這可能是有暫停的效果 他想要這個 緩一緩這個對方的氣勢 裁判去看這個慢動作 我看那個是一定有進的 我剛剛看重播 因為他已經重播了 這個蠻明顯很漂亮 砸在線上 對啊 這很明顯 砸在線上 對 很明顯 砸在線上 對啊 有壓到線 對 有壓到線 對 果然跟我們想的一樣 對 但是這個就是 他是緩一緩這個對方的氣勢 就是 他可能有暫停的效果 你看果然這個 影響了對方的氣勢 對手發球的手感 對 吳承諺這個手感被中斷 對 欸 哇 這很深 再被 哇 果然 歐幽邁剛剛挑戰 這個有達到這個 改變局勢的效果 40比30 彥廷這個防守很穩健 搬回一層 哇 這個很炫啊 哇 自己沒接到 靠隊友 哇 哇 可惜掛網 對 哇 現在搬回Deuce了 這個果然 歐幽邁很有韌性啊 這個防守 剛剛挑戰之後呢 雖然挑戰是失敗的 但連續兩波的防守 都很成功 超炫 唉 他自己的羽毛球手 不習慣這個旋轉 現在這個是 他這個有時候齁 就跟七傷拳一樣 他的這個旋轉齁 這個 對手不好接 自己的也不好接 自己的羽毛球手 跟網球手 其實也不好接 哇 抽球 這個很炫 對 來變網網互抽 欸 這個結局 羽毛球 救回來 還有 哇 哎呀 這球真的是歐幽邁的防守啊 再次體現了 對 剛剛王洪文很漂亮的 從這個後場把球勾回來 對 好 所以歐幽邁拿下這一局 對 這個 防守真的是很厲害 現在換這個歐幽邁發球局 劉軒秀的發球 哇 對 沒中 感覺這個應該是他們的一個相對的弱項 就是歐幽邁比較弱的點 就是這個桌球的發球 對這球有進 有進 但是這個歐幽邁很冷靜的把球又打了回去 哇 這個歐幽邁真的厲害就厲害在他們都很冷靜 他不會因為對手的一個好球就亂的正腳 或者說就放棄回擊 對 他們感覺每球都做足了準備 他們只要發球沒有失誤 基本上 贏的機率都很高的 哎呀 這個發出了 居然就 發球失誤了 我覺得他可能這個真的 力量上比較吃虧 可以 因為這個乒乓球要打蠻大力才能過到對面 有一點混亂 這球有進 裁判肆意有進 黃紅衛把球掉到後場 後場 好了 要不要挑戰 他們可能已經用掉一次了 可能暫時不想再挑戰 我們自己可以看一下 應該是出界了我感覺 對 這個應該是出界 這個砸現場 好球 裁判肆意有進 那就得分了呀 得分了 漂亮的ACE 挑戰 他們提出挑戰 我說的都對 呵呵呵 就看他說的對不對 我說的都對 提出了挑戰 嗯 這個球 欸 砸在現場 我覺得應該是砸在現場 那我們美隊呢 現在是有兩次挑戰 各用掉一次了 各用掉一次了 現在各用掉一次 各用掉一次挑戰 各用掉一次挑戰 挑戰 失敗 嗯 哇 又是發的很刁鑽 往回切的發球啊 看起來很慢 他被這個計分架擋住了 對對對 他被那個麥克風擋住了 選手提出了抗議 對 可以 那個可以移動 沒有關係 把他移到比較那個 對 對 他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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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一個場地安打 這個 對 我說的都對沒辦法 因為會有那個器材的關係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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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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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現在暫時領先了 對 對 那個分數還沒調回來 那個分數有點lag 對 對 那個分數還沒調回來 那個分數有點lag 分數現在換邊發球了 已經換了 那個分數有點lag 那個 現在是3比1 對 對 現在3比1 再差一局 右邊 現在是我們的四強 半決賽 這個 我說的都對的發球局 他們 他們隊長這個忠實要的發球 不能 不能再失去任何一局 對 他們這個乒乓球的結局 哎呀 沒進 感覺這個我說的都對 現在有一點 氣勢受到影響 被剛剛那個場地干擾 之後他們可能心態有一點浮動 對 可以叫個暫停 好 選手提出上面的窗戶的光 太亮了 他們現在也使出了這個陽光法 對 他說這個上面的窗簾有影響 調整一下 現在真的是 苦掉 緊張的時候都需要這個 緩和一下 對 這也算是一種比賽的策略 就是說 這個 要緩和一下對手的氣勢 是嗎 對 看我說的都對 能不能 透過這個 窗簾的調整 對 爭取一些 自己這個 調整狀態的時間 對 可能這個等一下 調完窗簾之後 他們狀態就也調好了 好 現在調好了 OK 繼續 我說的都對 0比15 乒乓球的發球 發得不錯 帶著往回炫的 現在是對抽 網球拍對抽時間 欸 out 這個李彥廷這個失誤 其實李彥廷是很穩的 他這個 竟然出現了一個 非受破性的失誤 果然跟 可能受到剛剛那個 調整窗簾的影響 哇這球發得很刁 有進嗎 有進發得很準 哇這個 無成也的壓迫 漂亮 對 我說的都對 打出一個很好的配合 對 網球的發球 跟乒乓球的結局 這個高球出界 哇 李彥廷這邊連續的失誤 這樣看起來 我做都對 有機會保下這個發球局 續命成功 在我們半決賽 如果打到3比3的話 就是直接 搶7 每隊各派一個選手出來PK 對 這就很有趣了 對 我說的都對 應該會拿出他們的 乒乓羽毛戰術 就是 喔 他們 雙發失誤 40 30 哇好發 這一球 網球的對抽 唉呀 Duce了 Duce了 他對 他覺得那個球破了 他可能要換一顆球 申請換球 對 我們這次準備了100顆球 應該是夠他們換的 這個角度也是很刁鑽喔 下手的一個刁鑽的發球 現在是羽毛球的護掉 唉呀可惜 這球他想要發力 結果失誤了 現在歐優媽來到賽點了耶 一個賽末點 看看我說的都對 能不能扛住 關鍵的回球 哇這球進了 還帶炫 關鍵 有點混亂 哇很長 不能失誤 欸 救回來我說的都對 哇救回一個賽末點 哇真的我說的也是蠻有韌性的 好發很深 發的很厲害 這個羽毛球的 小球 慢慢來 慢慢來 穩一個 唉呀 又再次 歐優媽又拿到賽點 我說的都對這邊 感覺有一點打不開 沒關係還有二發 他們的隊長 關鍵的二發 對二發 必須要發進 發進了 現在要對抽 欸 哇 又是Duce 對 我說的都對 再次撐住了 現在已經第三個Duce了 這一局也是打得很膠著 不知道我說的都對的乒乓球手 吳承諺等一下敢不敢進攻 他現在已經退到後場 準備用抽球來 沒進 發球沒進 沒關係現在是Duce嘛 這個還好 他等一下應該會有抽球的進攻 沒進 哇他雙發失誤 關鍵的雙發失誤 關鍵的雙發失誤 剛剛這個中視要 哇 他現在這個發球手感 有點問題 再沒進就直接 把比賽送給對手了 好發 進了 後面 後面 哇太炫了 這球回得漂亮 喔 這個吳承諺的切 哎呀 這個 吳承諺這個失誤 哇 Oh my 這個冷靜的防守制勝 拿下比賽 哇 這場 這場真的是看得快窒息了 剛剛這個 Oh my 每一球這個防守真的是 對 對 露肯你覺得剛剛這場 沒有什麼感想 真的是滿激烈的 對 這個防守真的 Oh my 真的還是沉穩 他們一開始有點烈勢 但是他們後來都有穩住 對 我在中午的時候就有講 我覺得Oh my 這個是很有冠軍項 雖然說他們 沒什麼highline 對 打球也不會那麼激烈 但是他們就是穩穩的 他們就是可以把比賽給拿下 那其實我們這一次呢 4比1 這樣子也是滿懸殊的 3 4比1 其實內容是很激烈的 他們都Duce滿多次的 對 但是他們不會去冒險 然後去打一些很用力的那種球 對 就那個關鍵時刻 那個Oh my 他們都比較能夠冷靜的回覆 對 然後還有像那個光線調整 還有他一個挑戰之後 他等於那時候本來那局快輸了 結果他挑戰了之後就連班兩球 對 就等於說他們對這個比賽的 那個閱讀跟那個節奏感的掌握 可能是心理素質也更勝一籌這樣 對 而且他們三個選手其實都滿強的 因為你找不到任何一個 很像破綻的一個地方 對 然後尤其是他那個李彥廷的 後場的這個網球的抽球 非常的 穩健 就是其實他都能把球打得回去 而且回到對手也是相對比較深的位置 對 所以這個 有很大的這個優勢 那我們等一下下一場的話是 那個 應該是 藍藍冰旋風要對上巴勒 對 對 對對對 對 這個路可你比較看好哪一邊 呃 我如果來預測的話呢 我覺得比較是 藍藍冰旋風喔 藍藍冰旋風 因為我 可能我在早上看的時候 被他們的一些那個 熊陽碩的這個highlight給震摺住了 現在呢 就是還是有這個印象 覺得他們就是打起來很犀利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就是我們的 這個另一場半決賽 藍藍冰旋風對巴勒 對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